我的姐夫的祖父 宋涛先生是我们县里的一位秀才 有一天他生病在床上 突然看到一个官差带着一份官府的文件 牵着一匹额头上有白毛的马 走过来说 宋先生请你去参加考试 宋先生问他 学政老爷没有来 怎么能突然举行考试呢 但是那个官差只是一直催他赶快走 宋先生只好硬撑着病体 骑上马跟他去了 他觉得他们走的路都很陌生 不久 他们来到一个城市 看起来像是皇帝住的地方 他们进了一座官府 看到里面的宫殿非常壮观 大堂上坐着十几个官员 宋先生大部分都不认识 只认出其中一个是官羽 桌子上都放着纸和笔 突然从殿堂上飞下来 一张写有题目的卷子 宋先生看了一下 上面写着八个字 一人二人 有心无心 他们写完文章后 就把答卷递上去 宋先生在文章中写道 有心去做好事 虽然是做了好事 但不应该给他奖励 不是故意去做坏事 虽然做了坏事 也可以不给他惩罚 店上的官员们看了他的文章 都非常赞赏 于是他们把宋先生叫上去 对他说 河南那边缺一个城隍 你去做这个职位很合适 宋先生这才明白 他一边磕头 一边哭着说 我接受这个重任 但是我家里的老母亲 已经七十多岁了 没人照顾他 请等我母亲去世后 我再来接任 一个看起来像皇帝的人 立刻命令查看宋母的寿数 一个长着长胡子的官员 拿着一本记录人的寿数的册子 翻了一遍 说 宋母还有九年的寿命 官员们正在犹豫的时候 官员说 不如让那个姓张的秀才先代理九年 然后再让宋先生去接任 于是 那个像皇帝的人对宋先生说 本来应该让你立刻上任 但是看在你孝顺的份上 给你九年的假期 到时候再照你来 然后他对张秀才说了几句鼓励的话 两位秀才磕头谢恩 一起走下了殿堂 张秀才握着宋先生的手 一直送他到城外 并且自我介绍说 他是长山人 姓张 还给宋先生一首诗 作为留念 但是宋先生忘记了诗的大部分 只记得中间有有花有九春常在 无竹无灯夜自明两句 宋先生骑上马后 就告别张秀才回家了 他回到家 感觉就像是从一场大梦中醒来 那时候他已经死了三天 宋母听到棺材里有声音 赶快把他扶出来 过了半天 宋先生才能说话 他派人去长山打听 果然有一个姓张的秀才 在那天死了 过了九年 宋母真的去世了 宋先生把母亲安葬好后 自己洗澡整理好 进了房间就死了 宋先生的岳父家住在城里的西门内 那天突然看到 宋先生骑着一匹装饰华丽的马 后面跟着很多车马和仆人 走进了内堂 向他们道别 他们全家都很惊讶 不知道宋先生已经成了神 宋先生的岳父 派人去宋先生的家乡打听 才知道宋先生已经死了 这个故事让我们明白 生活中充满了未知和惊奇 宋涛先生的经历 就像是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 许多未知和惊奇 我们需要有勇气去面对 这些未知和惊奇 并从中学习和成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